海面上發現溺水者消防隊員出動遙控救生圈前往救援 順利將溺水者拉上岸 這台遙控救生圈可以雙向行駛 垂直翻轉救援速度每秒最快可以達到6公尺 它的最主要就是迅速抵達溺水者的現場 那當然如果結合空拍的狀況來講的話 就是可以做一些遠距離的救援 因為它的遙控有400米 所以在整個的救援上面來說以速度取勝 那當然它的速度比一般人游泳都還要快上10倍以上 所以我想在整個救援來講 它可以爭取快速的時間 然後也可以將人救回來 基隆市第一台遙控救生圈 由國際福人社3522地區及台北護衛福人社 共同捐贈給基隆市消防局 希望能夠提升基隆水域的救援戰力 基隆的水域是非常多 所以我們相信這個東西 這張設備能夠讓所有消防店在水上救難的時候 更有信心 所以最主要強調是它 可以人不用下水 讓機器下水然後去救到人 會不會緩航的時候只要一箭它就自己回來了 速度很快機動性高 這方面我們希望能夠有這樣的設備帶給消防局的弟兄更有力的幫助 因為這個遙控型的救生圈它本身的機動性非常強 那我們只要而且它重量很輕 那只要有發生救援的案件的話我們可以透過同仁 他一個人就可以把這個救生圈拿到現場 那拋入水中以後利用遙控就可以讓這個救生圈 到那個被搶救者的一個身邊 抓住這個救生圈以後 我們就可以利用遙控再把那個被救者把它救回到岸邊 消防局獲證救災利器的還有這一台四輪驅動的幫浦消防車 由國際福人社3490地區正式捐給消防局 搭配移動式的消防幫浦 重量輕體積小可以單人搬動 這一台上面就這個台系統上面 我們有配置到全國第一台最大的一個 細水物量的一個設備 來自於義大利原裝進口的一個設備 那麼是由汽油引擎來驅動 同時我們上面直接就備有了水箱 我們到現場不用等到消防隊的車子 消防車到我們就可以直接來做先前的滅火 同時我們上面配置了one seven的一個設備 以及能夠很快的來處理 這台消防車的優點可以使用最少的水量 進行最有效的物化噴射 實現高滅火的效能 因為機動性高 能夠快速穿梭在巷弄 抵達火災現場 我們的陳局長龍輝兄 他是我們福輪社的受獎學生 很優秀的受獎學生 當他告訴我們福輪社 社區有這個需求 需要這輛攀補的消防車的時候 我們福輪社結合力量採取行動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我們的 基隆市政府消防局 能夠保障我們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所以我們福輪社是採取行動的人 希望能夠讓我們世界都能夠很和平 這台車它是高壓的一個細水物 四輪驅動的一個小Pump車 其實這台車它的效力很強 因為它有結合Pump系統 還有結合One7系統 它需求的 搶救的時候需求的水量不多 所以我們到達現場以後 可以透過One7系統 還有這個高強高壓的一個細水物 來達到滅火的一個功效 那因為這個一般在使用在我們基隆市 是因為是散播體比較多 所以它這台車子不會大 那對我們的一個搶救 向盜的一個功能性是非常強 那其他像那個油盤的滅火 或是其他油性的火災 建築物的火災等等 都非常好用 消防局獲得民間捐贈兩件 救災救難器材 強調會妥善利用 來確保基隆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